于是蓝精灵就从那条龙的手中救回了村子 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说完了 这是我最爱听的故事 老爸 拜托你再念一次嘛 对不起啊 小迷人精 我现在真的必须回去工作了 以后你可以自己看这个故事咯 可是我喜欢你念给我听啊 你快点出去玩吧 小迷人精 也许晚一点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再念一次 谢谢你老爸 各位蓝精灵 开过来我小聪明现在要开始卖书了 为了腾出一个空间好放我的新书 小聪明的最新语录 所以我要把这些旧书都卖掉 事实上我现在就要把它们给卖掉 好了 谁想做我第一个顾客 我的蓝精灵蓝妹妹好像要烤焦了 太阳这么大会把我的黄萝卜融化的 我的花一定也一样了 回头见了 小明人精 真的 恭喜你 你真是太幸运了 你可以拥有一本完全属于你自己的书 可是小聪明 我根本不会念书 你说你不会念书 这也就是说我小聪明的最新语录里所展现的广大知性经济场 根本就是你这可怜的脑袋所无法体会的 什么 帮我看好点 小笨蛋 没问题 小聪明 这点包在我小聪明教授身上 我马上就会让你学会念书的 好了 现在注意咯 A就是答案的开头 像我小聪明永远都知道答案 B就是最好的 像我小聪明就是最好的 C就是聪明的小笨蛋 像我小聪明就聪明的不得了 最后一个字母 Z 就是斑马的Z 不过我小聪明从来就没有骑过斑马 小迷人机 你有没有注意听啊 啊 当然了 小聪明 小迷人机 我爸说我们可以到游泳都口道里去 你要去吧 那还用说吗 我当然要去 先等一下 我是不会允许你们这样让小迷人机分心阻挡他进入教育的辉煌王国的 讨厌 老爸 我看小婴儿有点不对劲 出了什么问题了 我的天哪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疹子 快 把小婴儿放到床上 我试着到我的书里找找干解药 好的 来看看啊 小聪明他所说过的每一句话 都像是一个发光的喜剧 什么 是宝石不是戏剧 哦 小聪明 我可以跟你说一会儿话吗 哦 你先别说小笨蛋 是不是别的蓝精灵都想要我的书了 这个嘛 也不完全是这样 小小狗把书叼跑了 天哪 我要找到那本书才行 否则那本智慧的宝藏就要消失了 等等 那我怎么办啊 在我回来之前 你就读书 不停地读书 我来 我见 我闻 我学 真是没意思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也许我就告诉老爸我对这个课程的感受 他就会让我停止了 哎哟 我已经把我的每一本书都找过了 就是找不到方法治小婴儿的病啊 也许哈尼布会知道解药 老爸 老爸 什么事啊 小迷人精 我试过了 我真的试过了 老爸 可是学习认字真的好难哦 我知道认字很困难 只不过你要继续努力 有一天你会发现努力都是值得的 你看 几乎所有问题的答案 都可以在书里面找到 现在我必须走了 我得去找哈尼布 我该怎么办呢 老爸说几乎所有的答案 都可以在书里面找到 那也许我也可以在书里面 找到我的问题的答案 这个一点也不好 这些书里的瓶子实在太无聊了 除了这本书 空白的耶 只要你能念出这些字 不管你待会说的什么 都会变成事实 哇哦 如果这是真的 那我永远都不要再看到任何一本书了 现在呢 只要加入我自己的夺门材料 就会让这些奶油泡芙变成 最让人垂涂涂的点心 我成功了 小笨蛋 这些宝贵的锯子差点就要丢掉了 但是上天的力量 还是战胜了一切不可能的诡异现象 我的书 天呐 小聪明 看来诡异的现象比你想的要大得多了 你想治疗小婴儿的解药配方就在这本书里啊 老爸 拿去 谢谢你啊 哈尼布 我现在必须要尽可能的快点回到兰金林村去 我的天呐 啊 我的书窝全部见了 还包括你要给我的那本书啊 谁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你吹得好难听哦 我知道 少了我的岳父我根本没办法练习 很抱歉小农夫 没有我的维修手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修理莫方 可是小帮手 没有莫方我们就没有办法磨面粉 没有面粉 那我们就没有面包给你吃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只要我的书回来就没问题了 天呐 怎么又吃这些东西啊 对啊 我都快要没有食欲了 我很抱歉给我来经理 可是我的食谱不见了 我唯一记得怎么做的东西就是这个 我唯一记得不见了 青蛙先生 还好你不需要什么书 但是这里有一百零二个蓝精灵需要书 怎么办呢 我现在好想念我的书哦 嘿 小明月鸡 回来 老爸回来了 老爸 可是我不想 没有我的维修手册 精灵村现在都快要瓦解了 每一个蓝精灵系的都拒绝吃我做的蓝精灵习饭了 小婴儿才怎么样了 我讨厌小婴儿这个样子 我最怕的就是这样 这些皇子的斑点越来越严重了 老爸 你不能救小婴儿吗 没有哈尼布的书 我根本没有办法呀 小迷人精 我们得想个办法 没有书本的生命想起来就叫人害怕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机会 如果我到真实之井去的话 也许我可以说服那口井 让书本子回到世界来 哦 老爸 都是我的错 你是什么意思啊 小明月鸡 是我让所有的书不见的 你 之前我一直不敢告诉大家 可是现在小婴儿需要帮忙 我只好把真相说出来 小明人精 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 其实我不是有意 让所有的书都消失的 我只是希望我以后不用再念书嘛 你不喜欢我的读书课吗 哦 这太侮辱人了 老爸 你看他 小聪明 这有部分是你的错啊 我的错 念书应该是想娱乐 不是工作 可是老爸 还有什么 会比聂小聪明的最新语录 得到的乐趣还要更多呢 哎呀 小明人精 我要你跟我一块去 也许你可以也帮我说服那口井 把书都变回来 哦 真实之井啊 缺乏了书籍 这个世界开始变得悲伤可怜了 听用你的智慧 让那些书本再回到世界上来吧 书本的却是非常稀有又珍贵的宝藏 但是我现在只能把它们锁在里面 除非让它们消失的人 能够给我一个更有价值的东西 哦 我愿意用任何东西把书本换回来 我愿意给你我的书子 或者是我的洋娃娃 甚至我的秦王 不 蓝精灵 你听着 我要的东西比这些都还要有价值 可是我只有这些东西啊 如果你不把我们的书还给我们 小猪是这永远不能煮出好吃的食物 小帮手也没办法再修东西了 可怜的小婴儿也不能康复 求求你睡醒先生 你一定要把书本还给我们 求求你 哦 我要的就是这个 再也没有什么 比一颗发自内心的眼泪更有价值了 哎呀 谢天谢地 咒语终于解除了 你现在可以叶好小婴儿了 谢谢你 水井先生 你是最棒的 快走吧 小明人鸡 没有时间浪费了 一碟的肉桂 加上一点生姜根 希望有效才好啊 好了 小婴儿这样就有救了 好了 小婴儿这样就有救了 先往左边转一点 再往右边用力转下去 好了 这样就行了 喂 喂 喂 你要谢我 谢我的维修手册吧 有些蓝精灵感觉忧郁的时候 小聪明永远可以用几句话 让他打起精神 各位蓝精灵 赶快来试试我的蓝精灵松饼哦 太棒了 这些松饼真是太好吃了 小厨师 今儿个忙死了 我可以听我最爱听的那个故事了吗 拜托你 老爸 你答应我的 对呀 我们也都很想听 快做 那好吧 太棒了 太棒了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只可怕的龙猪在森林里头 到森林里的蓝精灵都没有幸免的 有一天 一个非常勇敢的蓝精灵也会跌走 去见见这只龙 于是它便往森林的方向出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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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